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太阳和月亮吵架,却苦了百姓的故事 太阳公风和月亮婆婆是两个十分敬严的神仙 他们工作的虽然忙碌,却十分快乐 而在青青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快乐的牧民 他们每天和家人一起牧羊,放牛,日子简单而又惬意 然而,在这里还住着一个十分可恶的恶魔 恶魔天生只有一只宝石眼睛 生活相对孤独的他,每每看到幸福的村民都会十分的嫉妒 并决定破坏他们的幸福生活 于是恶魔来到天上,找到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 他在两个神仙的耳边挑拨离间 两位神仙都以为彼此对自己很有意见 他们成功的打斗了起来 最终在恶魔的助力下,两个人决定今天谁都不上班了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当他们刚一踏进房间 恶魔就把他们的坐骑给偷走了 当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再次出来准备上班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恶魔学着两个人的坐骑来到人间恶意破坏 他不停地让天空下着大雪,直到快淹没了草原 草原上的人们只好求助健壮的青年阿郎去天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阿郎只好设计自己亲爱的姑娘,独自踏上了征程 在路上,他结识了力大无穷的大壮和肺活量超强的小强 他们跨越千难万险,终于来到天堂脚下 大壮举起一个大石头,帮助阿郎往上爬 小强再加一口气,直接把阿郎吹上了天堂 阿郎终于如愿见到了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 在得知人间发生的一切后 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无奈表示 没有坐骑,他们也无能为力 聪明的阿郎和两位神仙商量以后,决定找回坐骑 于是当他在天空中见到恶魔时 先是故意奉承他一番 然后在两个朋友的帮助下 成功的把坐骑抢了回来 恶魔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的被打到了地狱里 而他的眼睛也破成了碎片,变成了星星 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终于可以轮回上班了 阿郎和两个朋友也再次回到了草原上 和他心爱的姑娘终于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人终将有好报 居亲婆子的人最终一定会被揭开邪恶的真面目 被世人唾弃 所以办行好事莫问虔诚 所有的一切自然由上天眷顾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